探旋记说的 一心者 心无意念苦 第一句话 在尽重里头 祖师大德跟我们讲信息 什么叫信息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这就叫一心 一心 祝恩你阿弥陀佛 那结果是什么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因为你用的是真心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我们的干这种事情 学会了自己要干 平常忙于事务 最早晚功课 干 早晚功课长短 无所谓 要真干 真干这个利益 也不可思议 每天早晚一次 跟阿弥陀佛沟通 跟阿弥陀佛感应 换一句话说吧 跟阿弥陀佛 跟阿弥陀佛 联系上了 忘心不行了 要真心了 每一天都跟阿弥陀佛联系 你能不忘心吗 阿弥陀佛那边没问题 问题都在自己这边 阿弥陀佛的佛光普照 我们在他光中 所以他没问题 问题是 我们知不知道 他的光照 我们 我们接不接受 他照耀我们 光在哪里 这个金就是放光 你对基罗师 也知道这么多 对阿弥陀佛 也知道的不少 这就是佛光在照你 我们能把佛光 接受过来 把我们自己身陷融进去 那就是 中风尘尘死 在信念法寺上所说的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你能不能留在我的 你能不能留在自己身上 你能不能留在自己身上 感谢观看